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你應該喜歡吧 是 每個人都想健康 沒錯 恭喜發財都可以 我通常會很橫皮地跟人說 祝你早生季節 我想打你手辦 早生季節 多謝甲成為 好 大年初二的晚上 和這位好拍檔一起聊天 不過今天我也要看一看 因為我和博士不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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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真的做了 我想有幾年了 博士 是不是 應該有 在這個時段裏面 不過我就說不如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為什麼呢 可能我們有很多的話題 我們再組織一下 我們帶給聽眾 日後再一些新的想法是怎樣 好嗎 博士 這一集是我們這系列裏面 和博士的最後一集 所以我很珍惜 尤其是今天 博士 我想祝你講一下 你知道過年很多人都吃很多的 你喜歡的不喜歡都好 因為你去到別人家 拜年好 或者是你在家 即使現在你都知道 我們有很多人都很緊張的 人數太多又不行 這樣又不行 那樣又不行 那我們都因應著環境要改變 但吃始終你在家裏面 即使是兩個人都好 一個人都好 都是會想做多些 或者會自己煮多些也好 或者朋友來的時候 你精心結作一下 吃多了的 你會不會過年都會吃多了 比平常一定會 是嗎 都要看自己 有沒有胃口吃那麼多 是 但你都一定會 平常在過年都會吃多過 你一般上班的時間很多 我覺得高 只是說高點這些 都已經一塊已經 都挺重要的 是的 你最喜歡吃什麼 在過年 沒有什麼的 旅行你又不喜歡 究竟你喜歡什麼 顧博士 你現在是不是 和我對著幹 那你看過年 你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過年吃的食物 最喜歡 最喜歡就是上海春卷 過年才有的嗎 上海春卷 不是 因為我媽媽 過年才包 OK 那現在還有沒有吃過 這些過年的上海春卷 有 我媽媽走之前 教師做了菲傭 即是你都會照是會包的 她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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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喜歡吃 即是瓜子 年糕 蘿蔔糕 這些氣味款 一般的 是 那你最喜歡就是這個春卷 最喜歡春卷 薄薄脆 喜歡吃炸東西 是呀 喜歡吃炸東西 其實是一名小孩 他是一個 就是通常我們說 喜歡吃炸東西 年紀都是很輕的 是啊 是啊 不過說真的 因為這個 我們經常都說 那個年吃多了 有時候都是要患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你 我們經常都和博士一起聊天 說一下 不是只是一些傳統西醫 中醫 他怎樣去開一條藥方 或者你吃藥去消滯 或者怎樣 那個胃毛那麼氣 那個胃氣漲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在大自然裡面 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是不是 很多都是寶 譬如很多人在賣的健康食品 全部都是從植物而來的 如果我們說針對著 對吃多了都要減回要還的 或者我們說脂肪乾 死了這些時間 對不起大年出現 不說那個字 對了 生 有脂肪乾的人 吃的又要很謹慎 那不如和我問一下你 說脂肪乾 好嗎 好啊 先介紹一下 我不是想殺大家風景 不過都知一下無妨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脂肪乾的人 其實那個概念 還有要怎樣去 有些什麼天然保健食品 去針對著脂肪乾 脂肪乾就不是因為吃得太多肥膩 而引起脂肪乾的 是吃得太多粥粉麵飯 那譬如說你現在 是不是真的 有些人說和肥膩有關 沒有肥膩有關 譬如說你現在吃了一隻很大的灰番薯 那灰番薯整隻都是澱粉質 那這些澱粉質在小腸裡 被小腸消化成為葡萄糖 那葡萄糖就吸收在血裏面 那當血裏面有很多葡萄糖 就會刺激那個胰 會分別一種物質叫做胰島素 那有太多的胰島素 就會撻住一個酵素 叫做SREBP1 這個酵素就會將 用不完的葡萄糖 就把它轉成三酸金油脂 那三酸金油脂多了 就會儲存在一個肝細胞裡面 就是脂肪乾 那脂肪乾就是 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特效藥 醫生通常說你做運動 那有一間大學在韓國的首爾 在韓國出名叫做慶禧大學 慶禧大學 慶祝個慶禧 慶望禧 那丁香油 那些主要油 裡面有一種成分叫丁香酚 丁香酚叫Eugenol Eugenol Eugenol 就可以透過提升一個酵素 叫做AMPK 就會把脂肪 那些肝細胞裡面的三酸金油脂 就可以分解了 就清除脂肪乾 不過我覺得剛才你說的那個概念 可能未必即時第一下就已經消化了 但是你剛才說的主要就是 因為跟葡萄糖是有多些關係 對呀 太多的葡萄糖 太多葡萄糖 以至有太多的胰肚素 是 以至有太多的SREBP1這個酵素 是 就將那個用不完的葡萄糖 把它轉成三酸金油脂 是 就醋了在肝上 是不是 那就成為了脂肪肝 那我用這個剛才你叫做丁香 丁香酚 丁香酚 其實丁香酚就是 丁香是一種什麼的香料來的 是花來的 因為本身它就是 是種子來的 是一粒粒的 是 一粒粒的 那那個丁香酚呢 就是用在這個 是一個好字 如果你說的健康食品的話 它不是油劑的 是粉劑來的 是呀 是呀 那要大概是吃多久 那個脂肪肝呢 因為好老實說 很多人吃過之後 兩個月就沒有脂肪肝了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妨可以了解多些 是不是 可以試一下這樣 等一下回來 我也很想問一下你 其實這個丁香 分除了針對自己的脂肪肝之外 它還有什麼好處 等一下回來 我們可以再聊一下這方面 好 還有在這段時間裡面 吃了這麼多東西 博士也有很久之前 有介紹過 其實減肥 不用真的辛苦得那麼緊要 在它的角度看 其實很多大自然上面 有些保健品 都是可以有這些作用的 我們也可以介紹一下 趁著這一集 在大年初二的時候 大家都 接下來有飯局 或者這個假期也有吃很多 你都猜自己都吃不少東西了 都做些計劃了好嗎 待會回來我們再補充一下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在好幾集之前 我記得我和這位拍檔 這位就是免疫學博士 顧小培博士說過 如果你說最健康的食物 其實它會斷積的就是洋蔥 當然它不會斷積一個個洋蔥回來 它就斷積了洋蔥數 要為期有六個月的供貨期 以保貨員的充足 就好像有些食肆 如果它要大手扣入的 就是貴價貨 起碼不要給人家加價得那麼厲害 花膠都是很多人會斷 就是會扣起這樣 不過我剛才聽到 在今天這個大年初二的晚上 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要對著脂肪肝 似乎跟洋蔥無關的了 他有個新朋友 這個就叫丁香 這個叫丁香醇 是不是丁香醇 丁香醇 丁香醇 丁香醇是化學上 有機化學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結構 如果這個化學結構 是一條鏈狀的 那個叫丁香醇 如果是一個龜殼 就叫丁香醇 那它的作用是不是一樣 都是屬於酒精類 那類的物質 就是跟酒精有類似的化學特質 但我要化解這個脂肪肝 其實就不是丁香醇 反而是丁香醇 丁香醇 丁香醇是讀錯了 應該叫丁香醇 因為丁香醇的結構 是環狀好像龜殼一樣 但是丁香醇和丁香醇 你剛才說的 是兩樣東西 沒有丁香醇的 都是丁香醇 那它本身是一個龜狀的結構 那我想問一下 你說可以針對著有關脂肪肝 如果你認爲 因為我也知道西醫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除了叫你做下運動 沒有什麼特別的藥 中醫當然有他的想法 但是你說從這個大自然上面 你說見到我們經常都講 一些天然的保健食品 今天正正就是針對著脂肪肝 就介紹了一個叫丁香醇 丁香醇 你剛才說 就是有些人 你見到他們吃了兩個星期 似乎脂肪肝的進步很多 那我想問一下 它做出來不是特別針對著脂肪肝的 是嗎 它本身是做這個天然的保健 有沒有特別針對 最主要針對的是什麼 譬如有些人有菲脂 有菲脂也對 是啊 它不是茶的 它吃下去的 吃下去針對著菲脂 那就到處去 這個丁香醇 這個丁香醇 你吃了進去 也是粉劑 它就會到處去 它會碰 它可以 吸收在血裏面 就到處去 就是它不會茶 針對著菲脂 它不用茶 為什麼它會用食的方法 因為菲脂是一種病毒 那種病毒就是 小時候出過水斗 那個拋殘病毒就是潛伏了一個三叉神經 是 有點像我們說蛇 就是生蛇 是 三叉神經 有一種去第十條叫做迷走神經 潛伏了神經細胞 當有壓力的時候 有很多焦慮的時候 就會將潛伏了的病毒 讓它活躍 是 如果活躍在第十條的迷走神經 就會變成生蛇 如果是三叉神經 就會影響口腔 那些就是菲脂 那些就是菲脂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丁香芬 除了針對著這個拋殘病毒之外 你剛剛說 那生蛇其實也對 如果你這麼說 是 是 因為有些朋友有生蛇 現在經常說什麼打蛇針 除了打蛇針之外 因為我們如果有生蛇的人都知道 它對神經的破壞可以很厲害 很痛的 我自己生過 所以我自己很明白那種辛苦 除了是 你可以用打蛇針之外 亦都可以多一重的 就是保護的方法 就是用丁香芬的方法 就是吃丁香芬 當然博士 剛才我們就介紹有關這個丁香芬 但有一次我們曾經討論過 在減肥 就是因為你知道 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都是要還的 當然大家可以做多些運動 注重飲食 但有時候我們說 有些捷徑 我們都可以介紹一下 或者會說一下 在大自然的裏面 你說 都有一些天然成分 其實可以針對著 在減肥方面 是不是針對著脂肪細胞 讓你盡情發揮在今晚方面 是啊 我們身體的脂肪 就不像一塊牛油 那樣可以刮掉 那些脂肪就儲存了一種很特別的細胞 叫做脂肪細胞 整個細胞好像一個蝦餃一樣 那蝦餃裏面有塊蝦 那這個細胞裏面 整個都是脂肪 那怎樣可以將脂肪 那怎樣可以將脂肪 提清了它呢 就要有一個叫燒脂的 就有一個有一個食品 就叫做丁酸鹽 丁酸鹽 就有研究報告 就說這個丁酸鹽 就可以燒了肚腩的脂肪 那我自己都試過 你作為一個實在的試驗品 是不是自己是 是啊是啊 我可以減了 我的皮帶可以拉多四個孔 四個孔很厲害的 你是不是肯拉的 我肯拉的 我肯拉可以四個半 OK 沒什麼拉四個孔 我現在很開心 以前那些西裝 每次做都要寬一點 我現在再穿西裝 覺得挺好 我明白 可以扣扣 前衛扣扣 OK 而且我也有一次 我跟博士討論過 有關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丁酸鹽 丁酸鹽 丁酸鹽 我就說這個丁酸鹽 是臭到加零一的 所以一打開那個蓋 如果你吃完之後 如果你在餐廳 想著在吃飯之前 不如吃 吃更丁酸鹽 讓人趕點出來 是的 這個也是沒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打開蓋那一下 那種味道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好像大便那些面 是的 這個丁酸鹽本質 原來其實它會帶有這種味道 那丁酸鹽是從哪裡來的 是合成回來的 合成的 合成的 合成的中文質 可不可以講一下原理 即這個蝦餃裏面有脂肪 怎樣透過丁酸鹽 將這個蝦餃的脂肪 是將它散掉的 脂肪呢 其實是脂肪酸加三酸甘油脂 脂肪酸加三酸甘油脂 分解之後就沒有了脂肪 那跟這個丁酸鹽對這個酵素產生了什麼 這個丁酸鹽就殺入了這個酵素裡面 就令它沒有了這種酵素 多了這些酵素 多一些酵素 那就可以分解脂肪 OK 那這種分解呢 就是不用做運動的分解 是的 因為我是最不做運動的人 所以我是最不做運動的人 所以我是最不做博士的地方 雖然他走捷徑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 做完運動你就很好 是不是呢 肌肉有結實 而另一方面就不是單純 只是沒有脂肪 心血管的功能也好 心肺功能也好 對嗎 對 很少這麼奇怪的聽我說 博士 但我想問一下 那你會不會因為可以吃這種所謂的丁酸鹽 去將它減少了脂肪 而是亂吃東西的 會不會肆無忌憚一點 不會的 不會的 我現在胃口減少了 吃一點就容易飽 吃一些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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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一小杯 冰淇淋 冰淇淋 你根本沒有吃晚飯 我肯定你是喜歡吃朱古力冰淇淋 因為你不斷把兩個東西夾在一起 是 是 所以現在其實可能慢慢人成熟了之後 食物的需求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緊張 是 我又不是運動員 運動員燒很緊要 是 最多都是 由地鐵走到船 乘搭船 走回公司 我肯定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能夠達到更加好的效果 就不要像博士一樣 吃這個丁酸鹽 是嗎 其實你可以把它加少少的運動 我相信你的效果是突飛猛進的 你現在還有沒有吃這個丁酸鹽 我一天吃了一小匙羹 現在你仍然有 是的 OK 你的目的就是 不要讓它的脂肪再積聚得那麼快 因為很難得可以減到這樣 有四個孔 是很難得 我現在腿都幼了 離寒離辣的 站在那裡 很難得可以減到這樣 我不想再回到以前那個地方 所以 在門口一天吃一匙羹 OK 好了 我剛才本來想潤他一句 你可能是肌肉流失多了 所以才離航離辣 當然 最重要是健康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時間差不多 也都很多事博士 這幾年 每個星期都跟我一起聊聊天 都帶給我們很多聽眾 除了我們講中西醫之外 另外一些的 保護自己健康的不同的方法 好嗎 謝謝博士 感謝你 有機會我們再聊聊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的事務索